《逆源》里连这老好人都变坏了,好戏还会远吗?是《徒行者2》。 最近在追的两部TVB都有些玄幻元素,一个是偷时间,而另一个则是冷冻爷爷。其中动人的故事比较清新治愈,而《逆源》目前看似清戏剧,但是15集后感觉好戏要开始了。 因为有了冷冻爷爷的设病,所以在与现代人的交流中折腾出不少笑料,也确实有些喜剧氛围,但是戏片之下可以发现,这部剧的人设真的很诡异。 是的,《诡异》这词最能代表我的感觉,虽然说现实生活中人无完人,但是这部剧里的很多角色设定,缺点都被过分突出了,有种看话剧的感觉。 这样的好处是,整部剧很立体,而且两个人的简单对话也是戏。 而这部剧中,不完全都是坏人,至少在15集之前,有三个老好人,一个是冷冻爷爷陈佳乐饰演的钟定国,一个是林夏威饰演的庄思辰。 然后就是年载的老婆将心念饰演的陆明珠。 冷冻爷爷是年代问题整体比较好,当然他本身三观也很正,装思尘世家教比较特别加上人本身也很不错,而陆明珠在那样的家庭成长还能这么正能量,确实有些不容易。 老公虽然赚钱不多但是对他还算不错,不过家在他妈跟老公中间确实要命。 加上在摊上这么一个个老爷,尼玛要我是他早就黑化了,不过来到15集,他也终于熬不住了,帮助他老公去骗人,然后李耀翔饰演的贺永年要变大师了。 几条线李耀翔饰演的汤泽成上线,陈山聪饰演的贾卓斌继续伪装,翁芷乔开始妒忌自己的姐姐,加上这对年载评书就对父子开始作妖。 恩,接下来有好戏看了,然后就作等结局偏冷冻爷爷的正能量闪耀正部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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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